再来是一个 Close是关闭 BTN Close open 然后呢 Zero归零 再来就是 FORM就表单 这个部分一定会有 那里面有个Timer Timer1 那Update的Panel1在哪里 其实这个范围 那也就是说呢 他并不包含这个Timer Timer放在外面 如果Timer放外面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呢你的 这个 Trick Trigger Trigger 这个Trigger 这个部分 一定要怎么样呢把它加进来 这个我想我们做很多遍 那另外的话呢相关的比如说 这一个Timer的 相关属性也是一样设定好了 Label2这部分不用改 那其他的话这个部分只是 Button部分就是三个Button 那相关的属性也不用更改 主要是上面的文字需要做更改 其他不用更改 那我们程式部分要怎么撰写呢 首先的话 程式撰写部分的话 当然必须要在这三个Button上面做动作 然后呢主要还是要在这个Timer上面 做一些事情 就是计时的功能呢 就是计时的功能呢请你写在 这一个地方上面 那里面的话实际上你会发现呢 计时的功能呢跟前面的程式码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只有一行 就是什么呢 updatepanel1.update 做一个更新的动作 只有多这一行 其他的 计时部分都一样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三个Button 要做什么动作呢 开启计时器 就是怎么样呢 让什么呢 其实就是什么 Trigger1 Able Able就是能不能使用 等于True 那另外两个Button Close 等于True 就是把如果你按下 开启的话 开启计时器的话 那这地方这个按钮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是为True 就是让它可以关闭 因为按下去那就不能再按开了 就变成那边True 然后Open的话呢就变成False 那一样Zero的话 那这个Close是关闭的 刚好这颠倒一下 就是变成说呢 如果我要让计时器 失效 那很简单 就是他的Able等于False就好了 就这样一行 然后按钮切换一下 另外要归零的话 就是怎么样 把VState 这个VState里面的这个里面 Second 归零 就秒数部分归零 跟mini部分也把它归零 然后最后也是怎么样呢 再重置一下 True 这个这个地方Timer就把它重新再让它跑 然后CloseAble等于True 然后这个 Open等于False 做一个切换 所以程式码大概是这样 那基本上 也跟前面的大同小异的 主要是 Timer 这边多一个update的部分 多一个update的部分 OK其他都一样 我想这部分呢 请各位先在练习看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边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看下来 请不吝点赞